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翻一頁的感覺 有沒有 像是小女孩 有一天跑到了樹林裡面去採花 採著採著她覺得好開心喔 像這樣的故事的感覺 你可以貼滿整個純箭筒 好 我們要歡迎今天手作老師 桓子 今天小天好 大家好 那我們做純箭筒的材料有 筆 剪刀 然後跟一些裝飾小物 然後彩色筆 紙 然後還有一個桶子 然後我們準備好 就可以開始來動手作 然後這個桶子也是廢棄物 就是你不要的這種桶子 我那時候看就覺得它很硬很棒 然後就想說可以來把它變成一個純箭筒 然後上面這蓋子就可以割洞 因為是比較不好割 我有先割好了 然後割好了之後你就先把它拿起來 然後我們要先把它包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包自己喜歡的顏色 你就買這種現成的色紙 然後你就可以先把它這樣子包起來 然後我們用雙面膠 把它就是頭跟尾都給它貼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本身這個COLA的圖案 你就喜歡的話 你也不用特別買一張紙去把它包住 比方說我們不要的這些桶子 有些是外圍有一些設計感 你就可以把設計感的部分留下來 那如果你像丸子一樣覺得說 你想要一個素色的底色 那你就可以特別準備一個硬卡紙 就是相對比較有硬度的 然後做沾貼 或者是你可以用壓克力顏料刷白色 當底色也可以 對就可以塗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用紙包是比較快 就比較偷懶 然後你就把它這樣子對齊包起來 那凸出來的地方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裁剪一下就好 那如果說發現不夠 我們可以用銜接的 然後我就會先這樣子突出來的地方 就這樣子照著這個貼的這個孔 然後把它畫一圈 然後把它剪下來 用剪開把它剪下來 你就貼了它剪 就會剪得很齊 還滿快 你不用先剪再貼齁 對 貼完再剪 然後我們剩下這個不要丟掉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這邊露出來 有個開孔 然後我們就一樣把它貼起來 我剛剛因為這邊有膠 我覺得不用再把它弄掉沒關係 就把它這樣 拆起來 然後一樣就貼著它剪 然後把這邊貼起來 就不要讓它翹翹的 因為雙面膠是比較快 你用膠水其實也可以用膠水 好 然後這樣子好了之後我們就先放旁邊 然後我們來畫我們上面可愛的小物 然後我的那個人啊小女生 我是就隨便找一個蓋子 就隨便找一個蓋子 然後你就畫一個臉 這個方法你可以畫動物啊 畫不一定可以跟我一樣畫小女生 你也可以畫小男生什麼的 你可以畫小動物啊 對 飛機啊交通工具啊都可以 都可以 然後你就畫一個很簡單的髮型 這圓圓就是它的臉 那你就可以畫一個很 很簡單的 騎瀏海喔 對騎瀏海 然後表情啊什麼 我等下上完社再畫 那我就先這樣畫一個頭髮 然後畫 你就可以畫一個它的髮夾 然後還有樹 樹我覺得這很簡單 畫那種棒棒糖樹 你畫一個樹幹 螳螂型的樹幹 很像棒棒糖 然後一個是很像雲朵 很像雲朵 就畫一個大 很簡單的大雲朵 就不規則 不要規則喔 樹規則就不好看了 嗯 就畫一個大雲朵 然後一個愛心 我畫一個很可愛的愛心 然後還有兩朵花 你也是畫這種雲朵花 最簡單 嗯其實就是銅去的東西 線條都會比較俐落一點 不會太複雜 就簡單就可以了 嗯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搭好草稿我們就可以來上色 我就是用很簡單的平圖 那你這個上色啊 你就可以選這種 麥克筆 就是 對 比較保和度比較高的 那種不透明的 當然蠟筆也可以啦 就如果你真的 或者是你 比較搞剛用 壓克力顏料 水擺 你就是可以選那種不透明類的上色工具 嗯 像 組成說的蠟筆啊 然後壓克力顏料啊 嗯 或是那個 麥克筆都可以 好 然後頭髮 把 我用咖啡色的 簡單的把它平塗上去 你看這線條感比較簡單 對 你上色也不會太複雜 對 沒錯 就很可愛了 簡單又可愛 嗯 然後把咖啡的地方都塗起來 樹幹 然後我們的樹 樹就是用綠色的 嗯 那樹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綠色喔 你也可以譬如說很像 粉紅色啊 粉紅色的櫻花樹 都可以啊 或是秋天的枫葉樹也都可以 好玩的地方是 你就可以隨機的去上色 然後隨機去設計 你想要貼在純籤筒上面的 所有的小玩偶 小公仔 那我覺得這個好玩的地方是 它是 你看 它後面是去 對 它是可以這樣移動的 你想要換位子可以啊 比方說 原本樹在這邊 會把它撕下來 然後跟花換位子 可以貼到這邊 有沒有 它可以變成一個抑制純籤筒 我覺得 比方說你可以上面貼英文 下面貼對應的東西 樹的英文就是tree嘛 你就可以呢 上面寫tree 然後請小朋友去找說 哪一個是tree 哪一個是樹 我覺得可以變成抑制類的 或者是說呢 像英文對應數字 像英文的one e 你就可以寫one在上面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 拼貼的方式 去找到對應的數字 我覺得這也是自己 自製一個抑制小玩具的感覺 然後你圖案看裡面 你也可以換圖案 對 如果說像老師可以隨機畫很多可愛的圖案 你就是看膩了 你上面的所有的圖騰 你都可以把它撕下來 或者去換外 換一批新的圖案 你只要後面有貼像這樣子的 一個雙面貼 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貼上去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是在這裡 它可以隨便撕貼 撕貼 那不只是說單一的貼在上面而已 它是可以玩的 可以互動的 所以呢 大朋友就可以把它設計成一個抑制成錢筒 然後只要呢 小朋友貼對 我就存50塊 就丟50塊進去獎勵它 沒錯 所以就是一個互動的小玩具的概念 那你看呢 其實丸子已經 把我們的底色 差不多都上完了 很快 對啊 然後花你就是 反正你想要什麼顏色的花 你就上喜歡的顏色 那我上紅色跟紫色 它可以變成一個抑制存錢筒 我覺得 比方說你可以 上面貼英文 下面貼對應的東西 樹的英文就是tree 你就可以上面寫tree 然後請小朋友去找說 哪一個是tree 哪一個是樹 我覺得可以變成抑制類的 或者是說呢 像英文對應數字 像英文的one e 你就可以寫one在上面 然後呢 你也可以用這樣子拼貼的方式 去找到對應的數字 我覺得這也是自己自製一個 意製小玩具的感覺 對啊 然後你圖案看臉 你也可以換圖案 對 如果說像老師可以隨機 畫很多可愛的圖案 你就是 看膩了 你上面的所有的圖騰 你都可以把它撕下來 或者去換另外一個圖案 換一批新的圖案 你只要後面有貼像這樣子的 一個雙面貼 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貼上去 我覺得好玩的地方是在這裡 它可以隨便撕貼 撕貼 那不只是說單一的貼在上面而已 它是可以玩的 可以互動的 所以呢 大朋友就可以把它設計成一個 抑制存錢筒 然後只要呢 小朋友貼對 我就存50塊 然後就丟50塊進去獎勵它 沒錯 所以我就是一個 互動的小玩具的概念 那你看呢 其實丸子已經把我們的底色 差不多都上完了 很快 對啊 然後花你就是 反正你想要什麼顏色的花 你就上喜歡的顏色 那我上紅色跟紫色 你也可以幫它描黑邊啊 如果你覺得說 好像描了黑邊之後 整個造型會比較立體生動 然後接下來幫樹裝飾一下 看你要不要畫一些果實或畫 對啊 那我就很簡單的 畫一些紅色的 好 然後像這棵樹啊 我就有準備那種小裝飾物 我就可以貼一些 小球球 小球球 不一樣 那貼這個就要比較小心 因為我是用熱龍槍 就要比較小心 隨便 你可以隨機的去塗啊 這個就是很隨性 對 或隨機的貼 或是說如果你沒有這樣的球球 你也可以拿一坨毛線 把它搓成一個球 然後貼上去 所以我覺得好玩的地方 你也可以用不織布去剪 就是你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材質 去完成你這個 你可以剪一些小水果 或是什麼的 嗯 那這種就是比較現成一點的裝飾物 然後愛心 我想要活潑一點 你就可以 準備那種動動的 貼個活動眼睛啊 對 那種都可以隨意的裝飾 嗯 所以好玩的地方就是在於說 其實它是一個互動式的一個玩具 它不只是說你覺得很童趣很可愛 小朋友其實呢 會發現這個純線桶是可以玩的 可以這樣撕貼的 然後上面的圖案你覺得膩了 你還可以再換一個圖案貼上去 嗯 我來幫它畫上眼睛跟 嘴巴 然後你愛心也可以再畫個嘴巴 這樣比較可愛 然後你也可以瞄 有些地方你可以讓它瞄一點黑邊 讓它看起來更立體 嗯 嗯 讓它加工一下 對 加工一下 對 加工一下 讓它看起來更活潑 那如果你不瞄黑邊 我們剛剛打的槽桿 你就要橡皮擦把它擦掉一下 那有 我覺得這有黑邊比較 看起來比較立體吧 所以我會瞄一下黑邊 這樣就感覺不一樣了 嗯 嗯 瞄完之後其實 喔 畫面就變得很立體感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幫它畫點腮紅 讓小女生畫一點腮紅 這樣比較可愛 嗯 這樣子 然後數位瞄一下 看起來比較立體 嗯 嗯 你瞄了黑邊也比較好剪啦 不怕說會剪到裡面的內容物 就沿著黑線去剪就好了 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剪的時候 就要做那個貼紙的效果 很像假裝式貼紙 嗯 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嗯 然後我們先大概把它一塊一塊採下來 然後我們再來剪 就先這樣子 嗯 大面積的把它剪下來 這樣子 等一下剪的時候也會比較好剪 然後畫這個紙啊 紙類我建議大家不要選那個 影印那種軟軟的紙 選這個有點厚度的 有沒有 對 有點厚度 然後畫這個紙啊 然後我剪的時候 我不會貼進這個黑邊剪 我會讓有一點點白白的 這樣就很像我們外面買的那個貼紙有沒有 特別留白 對 有一個留白 留一個小白邊 然後剪這種小一點的東西 你就轉紙 喔 你就轉紙 剪到不要動 這樣子你就會比較剪得比較漂亮 慢慢的轉這個紙 嗯 然後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一個愛心 對 愛心 然後樹 那我們這個像這個雲朵 其實你就大概 大概有點這樣子扭曲剪 然後也是這樣轉紙喔 轉你的紙 嗯 你可以沿在它的邊框 對 然後留一點點白把它剪下來 然後紙在動的時候 你看其實剪就蠻快的 那你不用一定剪得很工整 你看我像我都是這樣子扭 因為有時候這種可愛的小東西 不用太工整 嗯 有點手工的感覺就出來了 然後這個圓也是一樣 你可以大概的沿著我們的邊框 把它剪剪下來 然後其實如果你覺得你的畫面 還不夠豐富的話呢 其實你還可以再多畫一些圖樣 比方說老師這個紙錢筒 你發現留白的地方還蠻多的 我也可以直接畫在我的紙錢筒上面 也可以 最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這個紙錢筒其實是你自己客製化的 你想要什麼樣的圖案啊 或者是說你的顏色啊 你的主題啊 你都可以自己去做設計 那還有就是呢 剛才說它是互動式的嘛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在它的背後貼這個 嗯 這種應該很常見吧 對 就是雙一個 魔鬼氈 魔鬼氈 然後呢在我們的 本身的圖案後面 還有紙錢筒上面 都各自貼一個魔鬼氈 它就可以不斷的撕 撕 撕 貼 像這樣撕下來再貼上去 撕下來再貼上去 好玩的就是這樣 小朋友就可以無限的去撕去貼 弄壞了 我們再重新畫一個 再貼上去 所以呢有趣的是 你可以不斷的去玩這個存錢筒 然後在裡面把錢存得滿滿的 它這個存滿了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 然後把它堆成好多好多個不同主題的存錢筒 然後花也是一樣這樣子 這種應該很常見吧 對就是雙一個魔鬼氈 對魔鬼氈 然後呢在我們的本身的圖案後面 還有存錢筒上面 都各自貼一個魔鬼氈 它就可以不斷的撕 撕貼 撕跟貼 對像這樣撕下來再貼上去 撕下來再貼上去 好玩的就是這樣 小朋友就可以無限的去撕去貼 弄壞了我們再重新畫一個 再貼上去 所以呢有趣的是你可以不斷的去玩這個存錢筒 然後在裡面把錢存得滿滿的 它這個存滿了 我們再做另外一個 然後把它堆成好多好多個不同主題的存錢筒 嗯 瓜也可以一樣的 我把它擠下來 好了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把它貼魔鬼氈 對你就可以貼魔鬼氈 然後它就是剛好就是一對 所以你就看你要這個毛毛的貼在罐子上 還是要刺刺的貼在上都可以 嗯 然後你就可以先大概想好位置 譬如說可能頭在這邊 嗯 你就可以先大概自己比一下 這個要貼這 你就可以先把最大的先選出來 大面積的先貼 然後你可以把它比較偷懶 譬如說我的毛毛就我要貼在紙上 好那你就先把毛毛的都貼上去 欸 毛毛的先給它貼上去 嗯 好 我先貼上去 好 那你就可以找位子 看你想要 擺哪裡 譬如說樹想要在這裡 好 那你就先找一個 你就先定好一個位 你就會想 欸 旁邊你就會比較 我會說不知道你要貼什麼 好 那我樹先定好位 然後我就看接下來 你樹的旁邊要貼什麼 譬如說樹的旁邊你可以貼愛心好了 那就把愛心貼上去 然後我就再看 接下來你要貼哪一顆 那我貼我的小女生好了 小女生 然後接下來是 小花 你可以剛好繞一圈 對就繞一圈你就開始慢慢轉 嗯 慢慢轉 好 然後接下來是 再沾一棵樹 好 好了之後我們還有一些空白的地方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一些別的 像別的東西 像我準備這個 球球 大毛球 大毛球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貼在上面 那大毛球這個貼呢 因為它這個比較 不是紙 所以你黏上去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那個熱熔槍 喔 把它黏上去 你要用熱熔槍把它黏上去 黏在它的背面 對 黏在它的背面 嗯 因為你覺得 欸其實我覺得如果熱熔槍 直接把它黏在上面是可以的嗎 呃就是變黏死了 黏死 對 黏死 對 你要把它黏死也可以 但是我想說 想要讓它活潑一點 你也可以 到時候你不想要球球 那你想換別的東西也可以 嗯 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玩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我一樣 這個一樣做魔鬼哉 到時候你 欸你不想要球球了 你想要換成 花 自己自己用 毛球拼一個花 嗯 也可以 好 那看 那你想要貼幾顆都可以 那我來貼個四顆好了 欸弄個四顆 弄個四顆 好 那你就等它乾一下下 嗯 好 那像我們這邊你看 這邊是比較空白 空白的 那你就可以 這邊弄一顆球 隨機貼 隨機貼 對 隨機貼 裝飾一下 那就可以貼 好 然後乾一下 貼上去有沒有看 立體的小球 那你找的球就盡量大過它 但比較可愛 比較不會把下面露出來 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 看一下哪邊比較空 好 這裡 然後我覺得愛心這邊也比較空 再貼一顆 嗯 可以隨機貼 隨機貼 然後這裡 這裡 看哪邊好像覺得有點 比較空空 你就可以再裝飾 這都是很隨性的 嗯 然後你就看一下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看 有沒有想要再弄些什麼 或加強的地方 加強的地方 嗯 像如果很像這些材料都還有 有沒有 你也可以貼上去 對你也可以貼上去 像蝴蝶結這裡 有沒有 嗯 你也可以沾一個小球 沾一個小球球 沾一個小球球 讓它更活潑 這樣子 也是可以 嗯 對不對這樣子 然後你像花心這裡 喔 花心也可以沾小球球 讓它有立體感 沒錯 有沒有 一個有立體感 一個沒有立體感 非常可愛 對啊 立體感就出來了 這樣 那就會很可愛 那譬如說 欸 你覺得眼睛你想要動動你 如果 如果你有多的啊 多的動你也可以把它貼上去 對 也非常可愛 也很可愛喔 這樣子喔 動動你 也很勾足 對 也很勾足 這樣子你的小女生眼睛就會動了 這樣也是很可愛 嗯 這樣子 好 我們的存錢筒的概念呢 希望大家可以學習到 就其實它是一個 互動式的存錢筒 就是比方說呢 你看我們特別是 黏了魔鬼棧 所以呢 如果說你不想要說 我的圖案好像都長一樣 好單調喔 那我乾脆呢 其實圖案是可以換的 甚至你看我可以把妹妹的頭 這樣倒過來有沒有 好 這樣貼也可以 啊愛心我也可以倒過來貼 好玩的地方是 小朋友可以一邊探索 然後一邊呢 去學著 怎麼樣把我們的圖片 布局 怎麼樣把我們的畫面 把它填充 我覺得可愛的是在這邊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裡面呢 也試試看自己做 我有小朋友可以負責畫畫 然後呢 爸媽可以負責貼魔鬼毡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動工 去完成這個可愛的存錢筒 那像剛才說的 其實你這個存錢筒存滿之後啊 這個錢已經存滿了 我們可以再做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存錢筒 無限的做下去 那好玩的是呢 每一次的圖案都可以不一樣 那今天的丸子做的呢 是比較童趣的小女孩 還有可愛的樹 然後還有可愛的球球 那你下次可以做一個動物星球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個 宇宙的感覺 你也可以做一個海底世界 所以呢就可以讓小朋友自己發揮 然後呢大朋友跟小朋友 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抑制存錢筒 上面寫英文 下面寫對應的圖案 然後就讓小朋友去找 這個英文對應哪一個圖案 我覺得也OK 讓任憑自己發揮一下 好這就是今天的丸子 要教大家做的好簡單喔 你家只要有這樣的call 你都可以試著畫畫看好嗎 魔鬼站也記得買起來 就可以完成一個 超童趣的存錢筒 謝謝丸子 謝謝 那多多快樂學堂 我們下回再見囉 大家掰掰